印度错失了百年一遇的战略机遇 莫迪是一脚踩入了陷阱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关注中程Talk 最近的几个月 尽管美国是一直在不断地拉拢印度 然而莫迪老仙儿的日子 却并不这么好过 不是他国内民粹反噬 开始动摇莫迪大选的基本盘 就是地区民族矛盾上升到动乱 数月不止 而在日前 关于跨境暗杀的事情 莫迪更是一脚踏入了陷阱 给世界证明 印度终归还是那个印度 面临的战略机遇 硬生生变成了战略危机 综合近期加拿大媒体的消息 印度与加拿大的外交风波 持续在升级 关于印度跨国暗杀移民到加拿大的西克教领袖一事 最近又有了全新进展 美国驻加拿大的大使戴维·科恩向媒体证实 关于加拿大总理透露多指责印度实施跨国犯罪的证据 是由五眼联盟共享的情报 很有意思的是 美国媒体向外透露 FBN准备向出于美国和加拿大的西克教人士发送消息 这些人可能还面临印度的暗杀威胁 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这个消息很快在互联网上得到了证实 有部分在西克教有重要影响力的人士 的确是收到了来自美国FBI的消息 声称有遭到印度暗杀的可能 为什么说这个事情有意思呢 一方面来说那些流亡海外的西克教人士 本质上是西克教独立运动的人员 在印度国内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西方养着这群人 那意思简直就不要太明显了 就是用来拿捏印度的 让印度听话的 毕竟给印度各种技术各种投资 美国总得有个保险在手里 另一方面五眼联盟早就知道印度准备搞暗杀了 印度想把西方手里的这些保险给弄掉 但美国故意不说出来 等事情真的发生了 才开始广泛的报道 甚至让FBI发消息这种方式 进一步扩大舆论影响 从这里也可以发现 为什么印度的两名杀手 可以顺利的混入加拿大 甚至顺利的找到了暗杀目标 可以说这是美国为了进一步拿捏印度 不已设下的陷阱 坦率的说 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如果印度真的有一个良好的发展规划 借助美西方的技术援助 和积极的与中俄展开贸易 那完完全全是一个百年难得一遇的战略发展机遇 然而印度的莫迪却完全是没有抓住这个机遇 反而是仗着西方的拉拢去搞跨国暗杀 也真的是没谁了 属于典型的干大事而牺牲 见晓利而妄议 不光白白措施战略机遇 反而将之变成了战略危机 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 围绕这个暗杀事件 西克教也不会善罢甘休 要知道当年印度的所谓圣雄甘地 就是被西克教族给暗杀掉的 这一次西克教的重要人物被杀 那西克教很可能会进行报复 而美西方将会借此 进一步加深对印度的控制 甚至到如果莫迪不答应某些条件 比如反华在中印边境挑起冲突 印度很可能就会陷入到更大规模的宗教斗争 和地方独立势力的抬头运动情况 只能说在离谱的程度上 有轻度和重度 还要加一个印度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